Yo 我是老薇 今天好像是大家的開工日吧 老薇一直覺得說 就是好像應該是下個禮拜一 才是正式的開工日 然後對 沒錯 因為老薇自己創業嘛 所以時間過了都不知道了 所以有點不太想上班 今天這個三世基隆啊 因為老薇之前已經開過了三世基隆了嘛 所以今天他就是想說 就拿這個模型來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因為畢竟已經一個年都過了嘛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再來開箱這個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老薇之前的影片 就是老薇有開過一個三世基隆 然後反正他後來還有出一個三世基隆改 那個老薇好像就沒開了 然後反正這次多了一隻飛機 但是他不是改 那我覺得應該重點就是看這個飛機吧 我覺得其他的就還好 好 你有沒有覺得這次反光好像有點嚴重 就是因為這個盒子好像特別的亮吧 所以他會造出兩個很大的光源 好 上班最辛苦的就是 應該大家都要戴著口罩啦 那反正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原因啊 就是所以導致這個大家過這個年 其實都還蠻硬的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出去玩啦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啊 所以導致日幣升值 因為畢竟他是避險貨幣嘛 所以日幣升值蠻多的 然後從2月開始以後 模型基本上 基本上都全部大調漲啊 那這個青島因為他不是萬代嘛 所以他就價錢就沒有那麼誇張 那萬代基本上 你要找到以前那種什麼0.2啊 0.19那基本上過去四了 現在基本上很多都 基本上都是0.23起跳啦 但是模型還蠻貴的 而且從2月開始以後 你想得到很多的新品 什麼MG那個 ZZ啊 然後還有PG的那個攻擊 然後3月有那個無敵鐵金剛 所以其實 2 3 4 我目前看到5月其實都是非常多的新品 大家荷包真的要有點 有點準備喔 因為蠻恐怖 因為1月都沒有什麼貨嘛 因為1月剛好碰到一個 日本過年 台灣也過年 所以 兩個地方都過年 所以 都沒有什麼需要買的東西 那 很多舊品就會開始 陸陸續續就被詢問 什麼PG的獨角獸啊之類的 但是 真正可怕的其實是後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應該多留一點荷包 或把年終留下來 而不是現在先花掉 因為後面真的到貨真的 還 我自己覺得其實還蠻誇張的 多的 就是一整批的貨全部都壓在最後面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萬代的時鐘粉的話 2月以後應該買萬代會買的蠻吃力的 因為 太多新品了 所以老衛這邊其實也蠻建議的啦 我覺得說日幣目前也不會 就是雖然這個武漢肺炎的關係 他已經升到一個有點 緊繃的這種狀態 我覺得其實 如果你通販沒那麼急 其實我覺得你就後面再買就好 不要看說 哇出一個什麼東西的馬上就先預購 其實通販這種東西 如果你買模型買久了 其實 坦白講啦 就算是MG獵魔啦 就是 我相信大家再犯個10次 你應該也沒興趣了 但是你可以在第10次的時候買 對不對 你就可以錢拿去買一些別的嘛 像 像比如說像這種青島 這種很難再犯的 但青島最近也學壞了啦 所以就是老衛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天的原因 因為其實 我覺得大家都被萬代代壞了 就是 你看以前青島其實也很少會 就是同一個模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 這樣重複的去改 你看先出了基隆 然後基隆 現在多一個飛機好像多600多塊錢吧 以前賣多少 2100還2200吧 現在大概賣2000 多一個飛機大概賣27002800吧 所以就是 我覺得模型這個行業 其實我覺得其實 對這些模型公司來講 其實算蠻難做的 因為 你想開個模具 然後他要設計出一個 這個 加上這種 這種東西都是有版權的 你知道嗎 就買這個版權 但是他能夠盡 盡可能的盡量去生產嘛 那 所以他就會想要就是 以前他可能就是一批 然後他可能就是賺少一點 然後一款出一次 但是現在全部都是一款可以出好多好多是改個色啊 什麼東西的 所以 我覺得還蠻硬的啦 我覺得對大家的荷包來講 你看 如果你 譬如說 欸 我想要這個飛機 結果你已經之前買了基隆了 所以 你現在就 頭很痛 因為 你就 沒辦法買這一款 尤其是這款盒子這麼大 欸 之前那款好像盒子也蠻大 只是 之前的盒子好像是直的吧 我記得 我覺得 大家買模型啊 我覺得就 我覺得 反而是限定品啊 像什麼魂商店的那種東西 我覺得你可以先買 像通販 我覺得其實 沒有那麼急 尤其是現在通販價錢已經 幾乎已經逼近 快要跟日本的日幣的那個價錢 其實差不多 以前 台灣都說什麼台灣的那個買模型最便宜啊 但現在這個我覺得都已經成為過去式 因為 我覺得可能去跟日本買 但日本 你去日本買 唯一的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你要把它提回來 如果 你今天去提什麼解體降機啊 那我可能覺得還好 然後你去提一個什麼MG 那我就覺得好像沒必要 那問題是就是 我覺得它的價錢已經陸陸續續 快要跟日本的定價一樣 而且有時候可能還比日本 再貴一點點 對 所以 有就是這樣因為炒作嘛 所以 所以我覺得大家買模型其實就 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賣模型的人 不知道可能 可能沒有什麼感覺啦 因為他反正就是 看到有一個新品出來 他就是開訂單 然後就一堆人下飄 但是我覺得買模型的人 我覺得會比較有感觸 因為 首先模型變貴了 那再來就是你的荷包其實有增加很多嗎 你看台灣股票現在一萬兩千多點 那當然最近跌了 可能今天會 荷包有沒有增加這麼多 模型又變貴 那是不是還玩個手機手遊還不用錢呢 好像這樣還比較好 我也很想講這個故事 Coby這個世界 然後所以你看現在 Coby的模型又再犯了 那 當然很多人會紀念Coby會去買這個模型 但是 我覺得 因為畢竟他是再犯 他不是什麼什麼紀念款 我相信 這個陸陸續續後來還會有什麼紀念款的 那 我相信 你前面追這個再犯 那後面你那個紀念款你會追嗎 我相信紀念款應該會多一些別的 就是我覺得買模型真的是可以理性思考一下 就是 畢竟 我覺得錢真的不好賺 所以我覺得 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 運用一下錢 那老衛陸陸續續拍影片 其實也是想要講說其實 你可以買模型 然後可以把錢拿去做一些其他用途 我覺得 因為YouTuber現在 老衛在以前也沒有看到YouTuber有這麼多什麼 理投資理財的頻道 哇現在多了好多個 反正我是覺得說 收集資訊的方式都很 很方便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當一個聰明理性的消費者 好 老衛今天講話真的講非常非常多 因為其實這一個過年 其實老衛想要講話其實還蠻多的 那 就當作是開工的 就是禮物吧 希望這個對你有幫助 好 那今天就來開最後的開箱了 哼 老衛想要前面講了8分鐘 然後結果 現在就是要來開這個箱 因為重點不是開箱 因為這老衛已經開過了 所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這個箱吧 其實老衛有大概排過一下 所以其實他一開始打開裡面不是飛機的模型 但是 就是 可以看一下老衛把直接飛機拿 所以重點只是看飛機 其他板件其實跟之前非常像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他的飛機 他給的應該不只 一架 應該有蠻多架 要不然其實他板件這麼多 那可以看到他的刻線 就蠻青島的感覺 就不像萬代那種感覺 青島的刻線就是 平面的 然後只是上面幫你做一些刻線 然後我也可以特寫一下給你看 那 基本上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飛機的板 組件 其實大概就是多這個東西 其實其他的話 基本上 完全沒有多 就顏色也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樣 就是 這種銀色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一款是 細節還不錯 但是 需要上色 青島我覺得他 雖然他做到分件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需要上色 做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他就是 三四基隆說明書 那 他比較好的優點就是 他的封面是有改 不像萬代他就是 給你一個 就是 就是 秀版的說明書 這其實 非常像 那當然他 這邊有在幫你 就是多加了一些飛機的組裝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覺得值不值得啦 就是 但是我覺得沒有收的人啊 就是 畢竟組裝的 哥基拉系列真的很少 我覺得 這個應該會是你 就是可以 列為 就是收藏的一個方向 因為 但是 就是組完以後還蠻素的 可能真的要自己 要有一點上色的能力 因為 如果你給別人上的話 那基本上可能就買SHF就好 就不需要去買 到這種組裝的 好 那老衛今天開箱就到這邊啦 那 希望你 開始新的一年 有一個新的好年 那 我們就 繼續努力奮鬥 下一年吧 2021年 下期再見囉 拜拜